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先来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在下引起热烈反响 韩正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 超期城台民众认同大陆会台措施 过半想来大陆发展 特朗普表示将与金正恩会面 美朝关系春暖花开了吗 来看头条 3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在厦门市创业人才中引起强烈反响 李平川是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 谈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 他感到非常鼓舞 李平川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事关我们能否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流 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事关我们能否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当前李平川正和自己的团队一起攻克技术难关 努力将他们研发的全球首个无线充电技术 全球第一款无源电子式动态密码所 推广到国际市场 而要在世界范围内竞争获得一席之地 除了企业自身产品过硬 还需要现代化经济体系 为企业提供发展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给企业今后的发展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习总书记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支援 创新是第一动力 这一点我深感同身少 那这几年间 这五年间 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人才引进政策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创新舞台 那我们应该说有信心 有决心不断地研制出世界一流的产品 为国家的强大而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心就动能不能顺利转换 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 强起来要靠创新 创新要靠人才 厦门市不少创业者表示 要按照总书记的指引 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机遇 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人才 和创新的高度重视 也给我们企业的发展 带来很大的鼓舞 那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将会研发出更好的产品 来服务于社会 总书记提到发展人才 以及创新的一些关系 那作为一个创业者跟投资人 我们听了有非常地激励 中国也逐渐地 在走上一个世界的中心 这个的话是像总书记提到 中华民族的伟大互相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3月8号上午参加 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 福建代表团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举行全体会议 继续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推选监票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 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沈月月 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代表团团长余伟国 省长代表团副团长 唐登杰参加审议 在听取余伟国 唐登杰 张连生等代表发言后 韩正指出 福建在我国改革开放中 具有重要地位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 在学懂弄通坐实上下功夫 牢固树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对福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激发体制机制活力 切实加快科学发展 跨越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设美好生态环境 守住守好绿水青山 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奋力建设机制活 产业优 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 于伟国主持并发言 他表示 韩正同志的重要讲话 对于我们学习贯彻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不断强化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习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 是有力的指导和推动 我们要按照习总书记亲自剥划的新福建建设的宏伟蓝图和四个切实等重要指示 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坚持高质量发展与实现赶超目标有机统一 奋力推动新福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小伟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 倒会听取意见 台籍全国人大代表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会长黄志贤 日前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 做好对台工作 必须要有泡功夫茶的精神 发挥亲情相情优势 结成为广大台胞多半实事多半好事 全国人大代表黄志贤介绍 台湾岛内有72%的民众没有来过大陆 很多岛内民众在向往大陆 想通过各个渠道了解大陆 黄志贤说 虽然去台湾次数有限 但只要有机会 他都会走进工厂 学校和百姓家中 深入乡村 利用每次交流机会 把大陆的对台政策 党和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和爱护 和各种优惠措施 传递给他们 他们每次听了以后都特别欣慰 我们感觉到 要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 一定要深入 一定要理解他们 一定要有泡功夫茶的精神 跟他们来交流 因为我们是同根同族 同一个文化 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 台湾省代表团 由13名代表组成 作为团长 黄志贤介绍说 代表团成员 大都是在祖国大陆出生的 台湾省级同胞 其中既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也有在科技 文教 医位等方面 贡献突出的专家学者 和台胞自主创业的优秀代表 具有较强的义政履职能力 和广泛的代表性 黄志贤表示 台湾省13届全国人大代表 将一如既往依法履职 为台胞排忧解难办实事 反映台湾同胞的新生的体验 大体上占60%左右 围绕着国家的经济建设 以发展 大体上占30%左右 所以说我们的台胞 不负众望 根据人大台湾团 这么一个称号 他们在努力地为祖国和平统一 建言献策 为继续做好设台工作 来积极地提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黄志贤代表表示 全国台联要做好服务相亲 沟通两岸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工作 特别是要在增进台胞的 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上下功夫 在维护和增进台胞的利益福祉上 多做工作 厦门卫视记者李小平 徐欣平发自北京的报道 今天上午厦门召开全市对台工作会议 我们来看报道 厦门市委副书记陈秋雄 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说各级各部门 要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台工作重要思想 按照中央和省委 市委对台决策部署 牢记特区使命 率先用好中央最新出台的 31项会台政策 继续提升下台交流合作时效 更好地发挥厦门对台战略支点作用 陈秋雄要求 各级各部门 要以提升下台经贸合作时效 为政策目标 努力促进下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要以落实台胞台企 同等待遇为政策重点 努力建设同胞心灵气和示范区 要以推进下金区域合作为政策抓手 努力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要加强政治建设 打造坚强对台工作队伍 不断开创新时代对台工作新局面 今天下经航线新东方客轮首航 接替下了原先的东方知行轮 正式入列下经客运搬轮航线 上午8点 全新的豪华客轮新东方轮 运载着104名旅客从金门出发 8点30分抵达厦门五通客运码头 这艘新船属于单体铝合金高速客轮 船舶总长为36.66米 宽8.2米 配置三台喷水推进器 航速最快可达33.6节 运行起来更加平稳 新东方轮内部设计也比较宽敞舒适 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设备 都有了质的飞跃 新东方客轮隶属台湾昆龙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此次是接替船林年限已满的东方之星轮 正式投入夏京航线运营使用 目前夏京航线共有10艘客船在运行 随着这些客船日益年轻化 高端化 大型化 旅客的乘坐体验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018年厦门 漳州 泉州旅游同城化工作会议 昨天在厦门召开 我们从会上了解到 夏张全将联合推动旅游业体制增效升级 建立旅游共同品牌培育和产业集群 今年厦门 漳州 泉州 龙岩四地 将携手大力实施后金砖时代旅游营销计划 着力打造全国知名的旅游经济圈 和闽南金三角国际旅游目的地 建立旅游共同品牌培育与产业集群 从旅游资源的开发产品的打造 一直到我们的推介和品牌的塑造上面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共同的运转的机制 今年厦门 漳州 泉州 还将更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以邮轮游模式深入马来西亚 文莱 菲律宾等国家 开展旅游产品推介活动 多元化地吸引游客前来旅游 共同推动旅游业提制增效升级 比如说一记大数据 智慧旅游 利用大数据的平台 来对这些进行一些精准的营销 这些方面都很有文章可做 稍后来关注其他方面 马上回来 超七成台民众认同大陆会台措施 过半想来大陆发展 台湾渔船屡遭日本公物船水炮驱赶 蔡当局互渔政策遭批软弱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 台湾媒体今天公布了 最新的民调显示 超七成的台湾民众 对大陆近日公布的 31条会台措施表示认同 有52.6%的民众表示 想来大陆发展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最新民调显示 1530份有效样本中 有64.3%台湾网民 表示知道大陆会台措施31条 有72.2%的网民认同此措施 52.6%网民表示 想来大陆发展 超七成的台湾民众 认同大陆的会台措施 而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们 更是把31条会台措施 称为大礼包 台商汪勋武 在厦门从事种植养殖行业 已经超过10年 他说31条会台措施中 关于台资企业购买设备 退还增值税和贷款支持等相关政策 他在厦门已经享受到了 仅去年 他的公司就实现了上百万元人民币的利润 王勋武感慨 来厦门16年 在自己开拓事业的同时 也见证了大陆日新月异的变化 他觉得台湾下一代的前途在祖国大陆 所以很早就把自己的儿子接到厦门 好好的在这里学习 能够好好的在这里开拓市场 护子兵一起上 这是最好的最完美的 在厦门集美大学习的台湾籍学生 谢东霖和欧阳正即将毕业 他们认为大陆进一步放宽 职业资格考试是一种信号 体现了对台籍专业人才的重视 也坚定了他们留在大陆工作的信心 像我的话就是目前在准备 证券的考试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各大招聘网站的话 都会有就是系统都已经开放说 台生可以台籍的人员 可以就是注册登陆 这样的话对我们创业 就业的机会会更广泛一点 机会会更多 我最关注到一条是就是 他们就是台湾的同胞可以申报很多像基金计划 刚好我也接下来想在这边就业创业 然后希望也可以希望说能够申请到这些基金 帮助自己接下来在这边创业跟就业 大陆公布31条会台措施 进一步的促进两岸民间交流合作 进一步表达对台湾民众的善意 对此呢台湾各界是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 具体的观点请张涛带我们来看 张涛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的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他认为说 两岸政策决定了台湾的未来 蔡英文应该为台湾的未来着想 许多事蔡英文可以做 而马英九却很难做 如同陈水扁就说过 我推动两岸政策不会被怀疑神卖台 那蔡英文就更应该把握机会 但是现在呢 却像一个不死不活的托死狗 就算蔡英文连任又能如何呢 台湾未来最多就是大陆一个省的影响实力 而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首席顾问 淡江大学的荣誉教授赵春山 他则认为说 台湾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因为没这个资本吧 大陆通过会台措施推出了新的两岸互动模式 全球化的潮流 那就是人特性就是往高处爬 水往低处流 这是自然规律 台湾不应只是担心人才被挖轴 资金被掏空 应该要提高竞争力 不是一再去阻绝 台湾地区的前民意代表高斯伯 他则认为说 台湾要改变二十多年来防堵式的做法 让两岸有来有往 如果还要继续采取各种防爱打压的措施 那就是逼得民众一去不回 台湾的人才赤字 那只会越来越严重啊 而台湾的实践大学 国际与两岸政治学者赖月谦则表示说 如今啊 鉴于目前大陆经济成长的速度 台湾的综合实力与大陆差距是越来越大 这会对台湾的人才产生很大的一个慈禧的效应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兴则认为说 自民进党再度上台以来 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 是多有阻挠与压制 大陆一方面保持对所谓台独势力的高压态势 一方面团结台湾同胞 共同推动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将台湾民众与所谓的台独势力区隔开来 展现大陆对台政策的战略定力 好 以上就是相关梳理 把时间再交给主播 好的 感谢张涛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台湾的一艘海调船 日前是在苏澳外海 遭到日本公务船以水炮驱离 引发台湾各界哗然 8号 台湾统派团体的前往所谓的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抗议 抨击日本此举是蛮横的强盗行径 并对蔡当局的处理方式表达不满 由台湾统派团体率领的民众 8号在台北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高呼口号抗议 并举起标语 表达对日本公务船 两度以水炮驱离台湾船只的愤怒 抗议民众代表在现场拿出抗议书 他们表示如果日本公务船一再过度执法 抗议活动将绝不终止 现场抗议民众还一度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 此前台湾籍东半球28号渔船 于本月3号4号遭日方公务船紧追 并以水炮驱逐 对此台室外部门第一时间回应称 如果台籍渔船违反规定将予以惩处 此举也引发台湾各界争议 有渔民认为台当局对该事件的反应 和处理的态度都过于软弱 有岛内舆论刺 日本公务船侵扰台湾渔船 自称爱台的蔡当局不但没挺身而出 还出来控诉台湾渔民 蔡当局此举是打自己人给日本人看 今年年底台湾地区将举行 县市长选举 国民党在宜兰和花东的提名人全是女性 在三八妇女节当天 蓝莹也特别找来女性县市长参选人联合造势 庆祝三八妇女节 国民党找来女性县市长参选人联合造势 国民党目前共提名七位女性县市长候选人 包括宜兰县长候选人林姿妙 花莲县长候选人徐真卫 台东县长候选人饶庆玲 台东市长候选人卢秀燕 张化县长候选人王惠美 云林县长候选人张丽善 嘉义市长候选人黄敏慧 除饶庆玲因事无法出席记者会 其余六位候选人齐聚一堂 除了阐述妇女政策 也在台上大跳抖肩舞 让我们妇女姐妹更加的安心 在她的工作领域里面 更加的赔利她 让她更有心心的走入社会 保障我们妇女的工作权益 还有一个就是 保障我们妇女参与公共事 公共事务的权益 徐真卫大谈政见 来自单亲家庭的林姿妙 也分享了妇女从政 还要兼顾家庭的心酸 国民党布局县市长选战 截至目前共通过五批 12个县市的提名 目前新北市桃源市 已展开党内出选 台北市预计三月中旬启动出选 台南市与高雄市 则还处在协调整合阶段 台北市长柯文哲 被认为是行事风格跳跃 如今和绿营还没决定 是否再度合作 现在有传闻 柯文哲可能与新北朱立伦的 所谓朱家军合作 在双北夹攻民进党 昨天晚上柯文哲 更是在饶河街夜市的春酒宴上 与国民党民代蒋万安同席 增添了外界想象 和曾任主厨的外籍教师 一起煎牛排 还得用英文沟通 对台北市长柯文哲挑战不小 我几乎没有下过厨房 这个不要放心 他们有教练会教我 难得煎牛排 但柯文哲行事风格一向跳跃 被认为可能与新北市 亲朱立伦的人士合作 加上8号晚上 在饶河夜市的春酒宴上 与国民党民代蒋万安 巧遇同桌 引发联想 夜市的春酒 这个蓝绿都会来 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被爆出 密会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双方对两岸定位 与年底选战交换意见 更传出民进党可能礼让 对此国民党前民代孙大千直言 礼让柯文哲是蔡英文 度过政治难关的一个险招 让绿营板块保持希望 但柯文哲的改革步伐较快 且民进党内部 反对他的声浪越来越强 与柯文哲合作 也有矛盾和隐忧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 马上回来 特朗普表示 将与金正恩会面 美朝关系春暖花开了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两岸新新闻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地时间8号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示 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 正在计划中 不过美国对朝鲜的制裁 将会继续直至达成协议 特朗普表示 朝鲜半导问题正在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当天发表声明说 特朗普已同意与金正恩举行会面 但会面时间和地点还没有确定 桑德斯同时指出 对朝鲜的所有制裁和极限施压策略必须继续 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 郑益荣8号早些时候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请韩方向美方转达他希望尽快与特朗普见面的意愿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一事 韩国统一部副发言人李玉珍在今天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 近来朝鲜半岛的一系列事态都在向着和平方向发展 韩方期待这一事件能够成为推动半岛无核化 构建朝鲜半岛长久和平的重要契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对美朝双方就直接对话释放的积极信息表示欢迎 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正继续朝着正确方向迈出步伐 我们希望各方都能拿出政治勇气做出政治决断 尽快开展一切必要的和有益的多双边接触 全力推动重启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对话进程 中方将为此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另外我们也了解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也表示呢 俄方认为外界不应该过多的揣测朝鲜同意与美国进行高层会谈的原因 重要的是能否开启一条缓和半岛局势的新道路 半岛的局势转折很多人觉得很突然 美朝领导人若能按计划会面 真能让半岛问题逐步的解决吗 请张涛为我们带来观察 好的可以说半岛的局势近期是油冷变暖了 这确实是不是一种事出突然而是一种情理之中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分析人士就说了 平昌冬奥会期间这朝方没有进行新的核岛试验 而美韩也暂停了针对朝方的联合军业 而事实证明说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倡议是一记对症下药的良方 为南北改善关系营造了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朝鲜此次通过向美国递出橄榄枝 是为了解除其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孤立的处境 同时也有缓解因为制裁导致的国内经济困难的考虑 因此以开放的姿态去主动来推进对话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高浩荣就认为说 这美方尽管没有放弃军事手段解决半岛问题 但是主调还是用对话的和平方式来解决的 一方面美国截至目前的制裁和施压策略 确实它无法起到有效的作用 需要另外寻求途径解决 而另外一方面呢 这朝鲜此次是基本满足了美方此前关于对话的一个要求 其实愿意去谈这个无核化问题 并且充分地表达无核化的意愿 美方顺应形势发展 接过朝方的橄榄枝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的是 关于美朝首脑能否最终举行会面 目前仍然是存在变数的 如果说美朝双方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这个立场的温差太大而难以弥合的话 美朝首脑会晤恐怕还真的是难以如期举行 不少的学者也指出 尽管美朝首脑会面它能够缓解局势 但是仅仅是解决朝核问题的第一步啊 在契合这样的一个关键问题上 博弈还是会将继续 但是无论如何 美国应该抓住外交主动权 与朝鲜去展开对话 采取清晰 而且直接的一个外交接触 减少美朝之间发生误判的可能性啊 以上就相关处理 把时间再交给主播 好的 谢谢张涛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 土耳其外长恰伍石奥卢8号称 土耳其将与伊拉克开展联合军事行动 打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同一天呢 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发表声明说 自土耳其军方在叙利亚阿弗林 采取军事行动以来 有3055名敌对武装人员 被打死俘获或主动投降 土耳其外长恰伍石奥卢8号表示 土耳其与伊拉克中央政府 就合作打击库尔德工人党达成共识 跨境军事行动可能在5月 伊拉克议会选举后开始 恰伍石奥卢还称 土军目前在叙利亚阿弗林地区的军事行动 有望于5月结束 土军也有能力同时开展两场军事行动 土耳其近年来严密防范伊拉克境内 库尔德工人党势力做大 多次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实施空袭 2015年底至今 土耳其以军事演习和帮助训练当地军队为名 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长期驻军 规模在千人以上 另外在同一天 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 已在阿弗林打死和俘获3000多名敌对武装人员 这些武装人员隶属于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库尔德工人党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 目前土军空袭和地面行动并进 8号已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詹黛里斯镇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新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祝您晚安 明天见